据《环球时报》报道,近日,澳大利亚前外交官布鲁斯·黑格发表了一篇名为《当我们讨好美国时,中国越过了澳大利亚》的文章。 黑格指出,为了讨好美国,澳大利亚将合理的中国投资挡在门外,而美国却在背后嘲笑他们。 当前的执政联盟充满了懒政和不正派的行为,澳洲还从未有过像莫里森这样懒惰的总理。 除此之外,黑格还在文章中指出,政府完全摸不清现在的状况,中国正在疏远澳洲,亚洲也将如此。 如果澳洲继续强烈地反对中国,那么它将面临着自觉与亚洲其他国家的风险。 在这篇文章中,黑格对澳洲目前的问题进行了阐述,并对此做了分析。 在黑格出现之前,围绕在莫里森周围的基本都是跟他臭味相同的反华分子。 然中言利尔利于行,面对质疑,莫里森也是时候反思一下自身问题了。 自去年中澳关系恶化之后,莫里森政府曾数度火山浇油,不停采取反华措施。 例如,该政府曾出台法案,有意针对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。 但是此倡议并不仅仅是让中国自己受益,凡是加入此倡议的国家都能分享中国发展的红利。 可莫里森的目光短浅,最终还是让他做出了不明智的举动。 在那之后,澳大利亚更是和美国沆瀣一气,试图进一步制衡中国。 不论是在五眼联盟还是在四国联盟机制中,澳大利亚都积极加入了美国的反华计划。 例如,在前一段时间的四方安全对话中,莫里森在稀土、疫苗等方面跟其他国家领导人达成共识,准备共同迎接来自中国的挑战。 就在澳政府跟在美国身后一步一趋之时,美国稍稍给出了些回应。 不久之前,美国官员坎贝尔表示,在中国更好地对待澳大利亚之前,美方不会恢复同中国的正常关系。 尽管从表面上看,美方是在声援澳洲,但是此事却将澳政府的无能暴露无遗。 一个将自己国家的命运主动与别国捆绑的政府能耐几何可想而知。 黑格对此也评论称,美方的做法证明了莫里森是多么的软弱无能。 所以,只要莫里森继续讨好美国反对中国,那他身上这个无能总理的标签就别想撕掉。 况且只有独立自主才最符合本国的根本利益。 如果莫里森执意要让澳大利亚成为美国的附庸国,那他们对抗中国付出的代价未免也太大了。